美法两国总统摇耳朵说悄悄话 脸色看起来有点凝重 话才说到一半就被身旁的美国国安顾问 苏利文打断因为中东原油无法增产 这样天大的坏消息还是到室内讨论比较恰当 美国呼吁对二油设置上限 加上另选其他供应国双管齐下稳定油价 但中东产能逼近极限 拜登七月访中东似乎也无力缓解 面对西方制裁俄罗斯转向大陆 印度输出石油占俄罗斯总出口量的一半 填补了欧洲缺口 卢不回升汇率更是创下七年新高 普丁看似不痛不痒 反而是欧美饱受通膨之苦 让G7再公布新一波制裁 将禁止进口俄罗斯黄金 制裁看不出效果 欧美渐渐对战争感到疲乏 而根据CNN报道 拜登顾问团已经开始讨论 是否要重新定义乌克兰所谓的胜利 尽快让超过四个月的战争 华夏据点记者蔡清晨报道